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洞鈴蜜芳 留穿了五千多年的洞鈴蜜芳 好萊塢裡面是Danny Mall 國際就是Madonna 好名字Opera 這是忠實有褲子 唯一的問題是 我想知道我們會找錯地方 什麼 這是粉紅嗎 我的天啊 你不要跟我說這一招 這位大姐 你手腳太快了吧 那人那麼快就把你的泳衣解開了 我都還來不及喊停 特別的地方 這裡 記得剛剛的少林寺十八童人 跟瑪莎的Fish料理之後 現在有什麼呢 是要練鐵頭工嗎 那個熱油 一倒下去好像鐵烏幹點樣的感覺 要棟林也要大玩特玩 歐洲人口中的天堂海灘 你悲屈不可 陽光下還沒給你不到了 就是這塊海灘 縱情海灘吃喝玩樂少不了 但印度淘海人吃得很牢 你絕對猜不到 你看 它不見了 真的了 真的了 哇塞 原來弄得這麼危險 真的了 啊 不管是凍鱗還是逆鱗 好萊塢女性不能說的秘密都在這裡 印度的可瓦蘭 有美味的海鮮 遼闊的海景 向來是最受歐美人士歡迎的度假城市 但是對愛美的女生來說 這裡的保養品牌 時尚潮衣 還有風靡好萊塢女性的不老秘方 才是重點 南印度氣候溫暖 水源沖沛 孕育出許多藥草植物 除了內服 自古以來也被做成外用的天然保養品 不說你不知道喔 在印度 有的保養品牌 牌子老 信用好 就連七星級的杜拜帆船飯店 都指定使用 有這種好貨 不趕快去掃一下 怎麼行 快進來 小姿一組 我們現在要來 用小錢保住青春美麗 來這裡動靈寶庫大蒐集 不蓋你 你看這小小一間 不過幾坪大小的地方喔 看起來好像是有點頭的藥局 但我告訴你 這上面每一樣產品 包你看到了 各個女人們都會失心瘋 要瘋之前 先看好東西再下手 這個品牌有沒有有點眼熟呢 我告訴你 如果有很多人去過歐美的話 都知道這個東西 它在許多歐美地方都有社會 但是你想不到 其實它是印度的品牌 所有的東西都是從 天然草粉植物提煉出來的 這樣小小一塊香菇 不知道多少錢 多少錢 五十五乳比 老虎 五十五乳比 真假的 五十五乳比換成台幣的話 才二三十塊左右而已 你知道嗎 我在台灣的時候 要買那種天然草粉植物 提煉出來的這種 小小一罐的洗髮金 都要至少六百塊以上 可是在這邊當地你看 才六十塊 這不是失心風的問題 這便宜到讓人家要吐血了 我的天啊 太誇張了 天啊 這個價格也太犯規了吧 但是不要以為便宜沒好貨喔 這個牌子以純天然草本為名 不但有超過八十年的歷史 還在全球七十一個國家設有專櫃 平時的價格 讓它成為印度的國民品牌 連這樣的小藥局都買得到 而且從保濕 防曬 沐浴品 甚至是疊打軟膏 一硬俱全 竟然還找得到台灣觀眾 搶到斷貨的七星級商品 這邊真的是受到誇張耶 看還有什麼寶物 一定要掃貨 想去七星級飯店嗎 沒有關係 把你家的浴室變七星級 你看 真的啊 有沒有缺貨杜瓣 沒關係 這個是連杜瓣高級的帆船飯店 都指定要用的香皂耶 我聽說這個在台灣好像有的賣 購物台 可是搶翻天 你就算打的電話打的進去 也都不一定買得到耶 這個多少錢咧 你們猜猜看 八十 八十 在七星級飯店喔 九十 九十 在七星級帆船飯店喔 馬桶都是空巾的喔 一百五 這樣空巾的馬桶也對得起了 我看一下 你絕對想像不到的價格 二十三塊魯比 可是呢 這個在台灣的購物台賣賬 一塊也要一百塊的台幣 所以二十三塊魯比換算成台幣 才十一塊左右耶 所以在台灣買的是貴十倍耶 而且是超搶手 幾乎搶不到貨耶 這個不拿走怎麼行啊 保養品讓人回春 但真正想要動靈 心靈的解放才是關鍵 被歐美遊客 譽為天堂的可瓦拉海灘 絕對是你放鬆心靈的首選 來到這片沙灘 你看 是不是覺得 跟台灣的沙灘景象 看起來很不一樣呢 它沒有鬧很多人擠人的景象 而且呢 也沒有那些熱鬧的水上活動設施 有的只是白色的浪花 還有陽傘和緊張堂椅 那些婦女在這邊賣水果 而且超厲害的耶 這該不會是像千斤頂一樣 很重 很重 20公斤 20公斤喔 對 對 看 看 讓我嘗試嗎 可以嗎 Coco 真的 不成為有一種 就是小時候被拔掉頂梳的感覺 真的很厲害 這真的很厲害 不是我現在沒辦法放手 怎麼頂一頂會咳嗽 OK 我想買一些 買一些 對 OK 我的頭髮 如果想買一些藥物 我怎麼選擇呢 Mango 我看 對 這要怎麼挑水果 感覺很辛苦 Mango 就拿下來就好了 Banana Coconut oil Coconut oil 對 漂亮 非常好 你的髮型 對 髮型 非常好 這是售貨嗎 還是你自己 對 很多人 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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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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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非常好 這算是 當天婦女 她們的保養油嗎 她說這個 Coconut oil 很漂亮 頭髮 皮膚 頭髮 都可以用 而且不會有那種什麼 這是一些蚊蟲跑來 是嗎 完成 看來 沒來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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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算是 剛剛買一點 就是水果排 讓她可以分享一下 非常好 好香喔 是真的耶 真的天然的那個 椰子油耶 謝謝 謝謝 非常好 因為天氣熱的地方 你真的很怕 會有蚊蟲來 這也學到一張 印度人天生 有生育金頭腦 什麼都慢 什麼都不奇怪 不過接下來這位仁兄 你猜得出來 他是賣什麼的嗎 你看 這邊的海灘 其實是山岸和沿岸 綜合起來的地形 而且呢 在沿岸這邊呢 大哥特別帶我過來 是有不一樣的活動 邀導我來見識一下 這裡有另外一位大哥 蹲在那裡耶 還帶著一個潛水鏡 現在要做什麼啊 這浪很大耶 他現在要做什麼 我們應該不知道 來看什麼潮間淡生態 那你是要等退潮 不是嗎 他在浪浪嗎 沒有 這 之後帶我來 見識一下海王子嗎 我覺得這個浪大了 有點恐怖 有點危險耶 他真的要下去了耶 他現在帶了蛙筋要下去耶 蛙筋要下去耶 好喔 你看 人不見了 他在那裡 嚇我一下啊 而且我一定要問清楚一下 他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裡 真的有點恐怖耶 你看這個岩石啊 其實不是很好站 感覺都快掉下去了 而且你看這個變 不知道我多深耶 尤其今天浪又超大的 感覺他真的是 浪一打過他就變平了 他在 他也不像在游泳啊 他在想什麼啊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 他現在這個大哥 一直要好像跟他溝通 撕回他 你看他在那邊 根本站不穩啊 他根本站不穩 因為他一直打過來 我看的真的是心驚膽跳 好恐怖喔 他現在告訴他位置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真的了 真的了 啊 真的了 真的了 而且現在 哇塞 原來弄得這麼危險 哇 好大油膩啊 原來這位大哥 這麼嚇下去 這麼危險的潛水 這麼危險的潛水 就是要找 海膽 海膽 所以這邊是海膽 海膽 就 看到我現在的事情都快跳出來了 但它一定要接好 這是它那麼辛苦抓到的 哇 你看這個物膩 剛剛才抓上來的海膽 比台灣的現在都還大 因為台灣現在已經抓不到海膽 像這樣子了 都比較小一點 而且你看它是活的 在我手上動啊動的 好可愛喔 因為我現在好感動 我看到這種危險的下去抓 然後現在這海膽在我手上 天啊 超激動啊 好害怕 它現在還要再繼續抓嗎 這不是只抓一個嗎 等一下 大哥也不見了 而且現在只看到它的腳掌了 天啊 好恐怖喔 我還抓到一個了 易高人膽大的大哥 是住在附近的漁夫 不出海捕魚時 它就會像這樣 到潮間帶解海膽賣給遊客 驚濤駭浪中 經過幾度滅頂 這個用命駁來的海膽刺身 味道到底如何呢 這就是它剛剛很辛苦 然後下去潛水 撈起來的那個泳泥 慢慢 它這直接可以現吃是嗎 這就是這裡的 哇 這就是這裡的 這就是海膽肉 你看 這就是海膽肉 這就是海膽肉 就吃 你知道在那個日本的那種壽司店裡面 吃過生海膽壽司 但還沒有吃過直接這樣子 從海裡直接現撈起來 馬上旁邊可以吃的 哇 你聞起來沒有什麼海腥味 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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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這邊是黃的海膽 就是我們一般吃到 比較常看到的那種 味道會不會不一樣啊 這我吃一下 吃 這黃的味道更重 更有那個海水的味道 哇 哇 我現在嘴巴是海洋天堂了 哇 而且這湯真的可以直接喝喔 這是醬 哇 這直接就是海膽大餐了嗎 海膽肉 然後海膽醬 這是醬 這是醬 這是餐 這是餐 哇 哇 這是很熱情耶 一直挖海膽給我吃 慢慢你 你吃得更多 因為你 你只是 甜 對 所以這也很難 我工作 海膽 所以我最愛 我最愛 海膽的地方 我最愛 海膽的地方 他真的是說他自己水性很好 就對了 每天都來這邊那樣子的潛水 然後呢就是抓海膽 有時候抓那個貝類 How long How many days over months over years you do this 現在 35 34 years 哇 35 34 哇 已經34、5年了耶 難怪剛剛那麼大 他都不怕 所以它是售貨嗎 對 所以多少錢是 10元 1元 2元 最低 對 最低的價錢 500元 哇 所以通常是 他一次下去 最少撈10個下來 然後再一次賣出去 500盧比這樣 哇 哇 十顆海膽 只是開胃菜 來到海邊 當然就要大膽生猛海� 不過愛玩客這次有夠好運 不過愛玩客這次有夠好運 因為我們找到的這家 就位於岸邊 魚貨保證當天餡囉 超新鮮 而且它還是正宗 南印度料理的海鮮食堂 獨特香料入菜 口味外面絕對吃不到 這邊海邊的餐廳也不馬虎喔 哇 我看裡面這個景象 好像電影裡面演那個 少林廚房一樣 不過我那個火房 很幫忙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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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一隻全部是一隻 都是男的耶 全民人在這裡 沒有人的 沒有人的 沒有 沒有 他們其實都好多區塊 每一區都做不同的事 你看他們這裡 這感覺是真正的大廚在這邊 你看這邊特別的那個 烙麵 你看你看 你看 它那個顏色 是用很多香料 你看 旁邊這邊就有很多香料 你們有很多香料 在這個區塊 一碗一碗 很方便他們作業 印度料理南北差很大 連印度人都要畫界線 台灣較常見到的 是肉類為主 口味清爽不油膩的北印料理 而氣候炎熱的南印度 為了刺激食慾 大量使用紅綠辣椒 薑黃粉 與大蒜等辛辣檔薑的香料 還加入特有的椰漿調味 香味層次更明顯 加上文明全國的海鮮魚貨 想吃最道地的南印海鮮大餐 來靠海的可瓦蘭 准沒錯 吃辣椒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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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遠遠 你看拿起來就知道我拿哪一個 Cinley Powder 那這一盤呢 What's this? Cinley Powder Ci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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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der Ci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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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Ci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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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也會使用像我們上次香菜的東西來入料理耶 Ci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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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腳不下去 我痛不下去 好辣喔 超辣的 這應該是給我亂炒 就他們廚房都處了對不對 我腳我要出去了 太厲害了 用一根辣椒馬上把我趕緊去 好辣 而且這個辣椒好開胃 我想要超腰的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黃魚 黃魚 是這國王魚 我看到 我在那一尾 而且 這鬼頭刀 我們旁邊的那個攝影師都好厲害 我睜眼 你看這個 這魚整個好酷喔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了 這剛剛旁邊海上 直接爬上來的嗎 超新鮮的耶 超新鮮的耶 不停 不停 三公斤 好幾公斤 1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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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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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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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港魚 這什麼魚 GT 不… 好重 這個辣椒 不是 GT魚 什麼魚叫GT 牛港 牛港 國語叫牛港 我只會吃我不認得 這麼大的魚 這麼多的香料 已經看得我眼花繚亂了 但是火房裡的型男主廚 各個身懷絕技 左手撒些香料 右手翻個鍋 三兩下鍋夫 一頓豐盛的海鮮大餐 就能輕鬆上桌 哇 小燒在印度 你看你可以在海灘邊 享受這麼悠哉的東西 它是用木頭搭建起來的 好像簡單的一個帳篷餐廳 可是我發現它其實也一點不好 我非常講究 哇 在今天當客人感覺好棒 而且男鷹啊 的那個香料呢 出場非常大眾 所以呢 它可以出場像這樣子 他們的特色料理 就是這個Fish Masala 我今天吃的這個是飛魚喔 而且你看他們這個啊 香料的顏色看起來有沒有 煮得很像咖哩 可是它其實不是咖哩 是他們一種種類的香料 我覺得這個啊 可能跟很多人一般 是在台灣吃到的 印度的料理 印象跟不太一樣 因為在台灣吃到的餐廳啊 一般好像都是 北印度的餐廳比較多 可是其實呢 香料呢 最多的地方是在南印度 常常看這邊 正宗的 Masala味道什麼 它看起來跟咖哩很像 但吃起來呢 不太一樣 Masala通常都是用飛魚來吃的 飛魚那種肉質非常的滑嫩又鮮耶 而且它加上這個 在這邊 加這個 綠辣椒在裡面 而且這邊的那個 辣椒的香氣啊 很棒耶 它就是 在你喉喉這邊 可以感覺到它那個辣劑 哇 香氣很好 好辣 等一下看一下 呵呵 這讓我說不下去的印度綠辣椒 香氣逼人 辣度更是破表 不過一山還有一山高 桌上這杯神秘冷飲 不但是解辣聖品 更是印度常見的國民飲料 它這邊辣 不是讓你這樣子嘴唇腫起來 是留在猴頭這邊 這種時候 要怎麼辦呢 我跟你講 吃旁邊的這個 有加野奶入味的料理呢 它比較不會那麼辣 或者是 來一口 Lassi 這是這邊的那個優酪乳 就是又可以解辣 又可以解住你的胃 想要緩和辛辣 優酪乳Lassi的確是首選 因為其中的乳酸菌 可以中和辣味 同時還能保護腸胃 這個妙招 印度人可是千百年前就學會了 好 他們還用這個 好像是高麗菜 還是蝦具之類的東西 像包蝦鬆一樣有沒有 上面擺了好幾樣不同的海鮮 花枝 魚 蝦子 跟這個 好像炸九口 吃吃看 不知道有沒有 好酥喔 而且它加那個黑胡椒在裡面 好香喔 那個胡椒香氣好棒喔 還有蝦子 而且你看這個蝦 好肥喔 來到這邊 你看如果一下子 你不知道要點什麼東西的話 點這樣子一盤 這個海鮮籃 大概如比一千五左右吧 就可以吃到這麼多不同的海鮮 還有口味 這個 好像加很多蒜在上面 這個海鮮也好棒 這個吃起來好像那個 蒜泥酸辣蝦 這邊調味好多種喔 像這個加了香菜在裡面 直接加這個香氣 這個蝦肉真的好肥喔 吃起來那個Q彈有點像蝦肉 來這邊呢 你知道點一頓大餐 你知道嗎 大概要多少錢呢 通常觀光區一定會想說 這價錢一定是貴得嚇死人 很坑人 可是其實不會 像這個啊 你看用飛魚這個料泥呢 大概是蘆筆 兩百多三百塊之間 然後其實野奶蝦也是 然後中間這一大盤 大概是一千五百蘆筆左右 所以全部這樣加起來 差不多 就是海皮一千塊而已 而且呢你看這裡 距離海灘邊 也才直播局部的距離 喔 這邊的餐廳老闆 就是每天這樣子 海邊這邊 現撈的漁獲上來 他就直接採買回來 然後做這些料理 很撈啊新鮮 而且又在海灘邊 可以欣賞美麗的風景 真的想不到在定度這邊 也可以享受上海灘度假天堂的氣息吧 吃飽喝足之後 就要開始動靈女的Shopping Hour 印度棉花的產量居世界第二 紡織業非常發達 這次以敲來到印度最大的高級製品連鎖店 它以手工生產絲棉音物著稱 這家店在全球五個國家 73個城市裡總共有168家分店 看好它的發展前景 連知名的LVMH集團 都持有它百分之八的股份 動靈動靈動靈 女人啊 要鎖住美麗 不是只有肌膚保養而已 化妝呢跟穿著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 你瞧我今天帶你們來的這家店 欸 它可是世界知名的印度潮牌喔 我告訴你 你看看 印度人不只吃得辛辣 他們連用色都很大膽耶 這是五顏六色的 你還看不出來它們賣的是什麼 對不對 沒關係 我告訴你 它在好萊塢刮起一陣旋風 裡面到底是怎麼樣 跟我進去就知道了 聽說你們啊 不只吃得辛辣 他們連用色都很大膽耶 這是五顏六色的 你還看不出來它們賣的是什麼 對不對 沒關係 我告訴你 它在好萊塢刮起一陣旋風 裡面到底是怎麼樣 跟我進去就知道了 Five India的創辦人 原本是紐約梅西百貨的採買 對流行時尚有獨到的敏銳度 也連帶影響了品牌的設計 除了衣服 這裡從首飾配件 居家精品到美妝保養 應有盡有 手工製造的細膩質感 讓它在拍賣網站人氣超夯 不過到了實體門市才發現 它的價位清明到你不敢相信 台灣的朋友們 你們對這個印度的潮牌呢 可能有點陌生 不過呢 你知道嗎 它這個布料 其實跟我們台灣 Hakani的染染布料 是細出頭門的 一樣是植物染 因為在南印度這邊啊 就是物產豐饒 所以植物也產得非常多 它們很多東西呢 都會有那種天然的植物 應用在裡面 而且我們今天來到這家巢店呢 不虧是巢店 連住店的店員呢 也是個型男 Hi Namaste Namaste 這巢店都是 手工製造的 對 手工製造的 而且這巢店是 木工製造的 這巢店的巢店 這巢店是巢店 其實這巢店是 3,760元 所以換成台幣大概才1,800元左右耶 哇 你知道嗎 這樣子一件啊 如果有人有買過那種手工啊 植物染的衣服的話 一定都知道 這價格不只這樣一兩千塊 肯定都要可能五千塊以上 但這巢店是最貴重的 對 這巢店是最貴重的 很貴重的 所以其他人 比這個更貴重嗎 對 2500元 哇 所以其他件 其他件 Anders Johnson 可能是2,000元 對 其他件只要兩千塊 魯比耶 所以台幣大概一千左右而已耶 哇 真的 不能在他面前講太遠意 對 因為這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覺得 這是價錢 我給我秀秀秀秀秀 所以如何是 The range The close price The close price 我們從600元到3000元 4000元 哇 所以像這裡的衣服呢 最便宜的呢 可能像棉的話大概是700塊起掉 最貴的話呢 就是到絲的等級 然後可能就是大概要兩三千塊 可是其實換算的台幣 真的都是熟熟熟 而且這些布料呢 都是比較不會傷皮膚的 像你通常看到那種植物染布料 都會覺得它看起來很硬對不對 可是像這個 哇 摸在肌膚上的觸感真好 抱著睡覺都行 哇 可是我很好奇耶 你知道嗎 像在印度這邊啊 幾乎看不到像那種 歐美人士喜歡的那種黑白配色 Liz 啊 衣服 我看過在印度上 非常非常顏色 很多人在印度上喜歡 顏色的衣服 對 人們只會用顏色的衣服 顏色的衣服 我覺得這可能是比較 可以 襯服務室很怕 讓你的皮膚更漂亮 對 哇 不但手工指染 價格親民 連住店朝南的服務態度 都能辱獲少女濕奶的心 設計上雖然用色大膽 卻更清楚凸顯民族風采 但歐美女星動靈的佩寶 當然不只這樣 不只是衣服 有許多好萊塢明星的愛好者 像是凱特哈德森或是維杜莉亞 貝克艾芬芬 還有天心珍妮佛安妮斯頓 最近印度美妝間 還在國際的美妝間 投下了一顆震撼彈 是什麼呢 這顆震撼彈呢 就是靈魂之妝旁邊的這個眼線 而且啊 其實煙燻妝我們看到比較有名的 就是 好像從英國搖滾風啊 或者是有一些知名的歌手 比如說Evernaveen 或Beyonce他們都很喜歡 可是在印度女人 你看在街上 不管是大人小孩 她們幾乎都是那個 像重眼線裝的有護者 在印度 不管大人小孩 都會畫眼線來避邪 畫得越黑越粗 越能讓惡魔不敢靠近 本編到現在 粗眼線變成印度的特色代表 強烈的線條美感 不但受到西方女星的青睞 年青年熊能有秋冬妝容的設計靈感 也出自於此 但Fab India的眼線筆 賣到連試用品都一堆人要搶 魅力到底在哪兒 而且她在幫我畫的時候 我真的感覺不到她在幫我畫欸 如果有在畫眼線的女人一定都知道 畫眼線筆的時候最怕是什麼 就是那個眼線很粗 然後一直在畫的時候 不斷拉扯你的皮膚 感覺那細紋都被拉出來了 可是這個很滑 對 我們用橄欖油 所以眼線筆 可以冷凍 哦 所以它很健康 對 它很健康 而且很健康 我們沒有用任何藥物 哇 所以 她這個是純植物做的欸 不是像我們外面看到賣的很多眼線筆 是可能有加化學成分在裡面 而且我跟你們說 這個畫起來真的超舒服的 一點不刺激欸 我幾乎感覺不到她在幫我畫那個眼線的感覺 那這個會不會比較鬼 所以 外面的化學成分 化學成分 多少錢 那錢是多少 那錢是600Rubes 600Rubes 600Rubes 那 多少錢是多少 這錢是125Rubes 只有100 25Rubes 對 欸 天然的東西就竟然反而還比較便宜欸 哇 所以請請請繼續 繼續 以印度豐富的天然草本原料 取得化學研發成本 價格自然更親民 我很興奮 為何 印度女人 你的眼睛很漂亮 很大 為何你喜歡眼睛 從年輕時我們使用膏 所以眼睛會很漂亮 哦 讓它更漂亮 對 哇 女人總是想要更美了 你知道 對美麗的追求 永遠不會滿足的 我現在顏色沒有很香 OK It's done It's done Thank you 看一下看一下 哦 哦 果然不一樣 有沒有從台美變成好萊塢明星Carrie Berry 那個貓女有沒有看過 喵 椅橋在這裡幫各位小資女畫重點 來到可瓦蘭 質地天然又收到翻過去的美妝保養品牌 必買 這可是送禮自用兩箱椅 衣服如果有中意的款式 也不用遲疑 因為產地價格加上匯率折算 絕對是打著燈籠也找不到的破盤價 買到賺到啦 送禮之旅住的地方也很重要 在可瓦蘭呢 巨規模的飯店 大大小小有五十幾間 今天這間呢厲害囉 它不但被選為 克拉拉最豪華的度假飯店 而且還是全世界最奢華的 海岸度假村 哇 你看看 四個豪華氣派的規模 五星級的class 可是價格呢 四星不用三星 三星的價格都不大 裡面喔 還有好萊塢女星的 唯之瘋狂的千年古法 到底是什麼呢 走 進去瞧瞧就知道 這間在可瓦蘭大 有來頭的四星飯店 雖然開業才短短一年半 但別說是歐美觀光客 連當地人都視為親子同友的首選 除了臨海而見 擁有得天獨厚的無敵海景 親子泳池的創意設計 更是與眾不同 像這邊呢 這樣四星級簡單舒適的地方呢 就非常重溫 美觀光客的心 然後呢 發現這還是我第一次看到 游泳池旁邊就有霸 重點是 你還是在游泳池裡喔 你看 它直接那個霸台的座位 就是設在泳池裡面 你看下班車還泡在水裡這樣 很舒服 可是呢 你就可以跟旁邊的霸台 別人杯飲料過來 非常地愜意 好嗎 謝謝 謝謝 真的 讓我喝個飲料 我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喝 好舒服 太清涼了 輸妝愜意的度假嗎 怎麼開始打水仗了 到底是要來喝飲料 還是要玩水啊 噢 本來還想住在霸台邊 優雅喝杯飲料當淑女的 氣氛全都被旁邊的阿迪亞 給破壞掉了啦 逼得我只好離開戰場 那就先去看看 今晚的房間吧 你看這間房間呢 是這間飯店裡面 最豪華的套房 像這樣的房型 它大概有十三間 有可以無敵的景觀 而且這是那個雙人套房 哇 這個床好舒服喔 應該可以當作 Honey Moon很不錯喔 哇 而且你看呢 一百八十度的景觀 每一個角落呢 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觀 一個晚上這樣子豪華套房 也只要乳餅五千九而已喔 換算成台幣的話呢 大概是三千三左右 還包一頓早餐 如果呢多加一位小朋友 也只要再多加七百元乳餅 所以算一算的話 兩大兩小 算起來呢 折合一個晚上是四千塊台幣 哇 真是太好了 就可以有個這樣子美好的親子家區 哇 神 留給科娃來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呢 是這個嗎 不是喔 我聽說 是一種流傳了五千年以上的古法 讓許多好萊塢女明星 包括馬丹娜都一定要來這裡嘲試 哇 可是你看看這個地方 悠悠光影 充滿神秘的氛圍 但是聽說所有的答案 在這個小房間裡都可以得到 但是聽說所有的答案 在這個小房間裡都可以得到 進來進來 這裡跟我想像不太一樣耶 不是許多好萊塢女明星 都一定要來的嗎 怎麼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診療 這樣 讓夕陽流行月天后納檢 動靈回春的神秘古法 就是印度流傳了五千年的阿娛威達 科娃蘭所在的克拉拉邦 正是阿威達的發源地 不但手法道地正宗 用料貨真價實 價格居然也只要台灣的五分之一 不是要來找紀念古法嗎 怎麼會是先開始用聽證器 有問題嗎 我唯一的問題是我想知道 我沒有找錯地方 阿威達 所以我們有一個診療 叫做 粉末摩擦 它是很好的 把身體脂肪脫離 像是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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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就是這個 有沒有聽到 剛剛這位醫生他推薦我要做兩個療程 這就是我一直在尋尋秘密找的這個阿威達 阿威達 阿威達是古印度人為治病常受抗衰老 做準備的預防醫學 它有類似中醫裡五行的概念 認為人體內有空間 風 活 水 土 五大要素 藉由把脈問診 能判斷出最適合的療程 解決身體的毛病 不過現在用阿威達治病的人 越來越少 十之八九 都是為了減脂 排毒 美化肌膚 大家最渴望醫師推薦的療程 就是我馬上要進行的 瘦身回唇雙翔泡 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對 要脫衣服了 來這邊正常的桌子 一定都把衣服脫掉 沒關係 我們也要進來 就是要跟人家的規定走 OK 我早就準備好了 好 這個也要脫衣服 OK 道場脫衣服有點害羞 沒有 半身撞到 還好 謝謝 我要拉開了 脫掉 幸好我也準備好 旁邊怎麼還要台小機器 OK 可以一直這樣推出去 是塑膚嗎 是 塑膚 我的天啊 你沒有跟我說這一招 這位大姐 你手腳太快了吧 哪有人這麼快 就把人家的泳衣解開了 我都還來不及寒聽啊 哇 好奇妙喔 我本來以為它會加一些油啊 讓它比較 就是推在身上比較舒服 它就直接用這個乾粉耶 對 對 可是聞起來還滿香的耶 對 對 如果你要強勁 我會更脆的嗎 對 很脆的 很脆的嗎 OK 請 更強勁 試一下 越用力越瘦 再痛都要弄 哇 真的下手一定更重耶 完全不留緊耶 我現在身上是不是全部黃黃紅紅的啊 他到底摸過多少米的身體啊 抽出了多少油啊 難怪這個粉不用抹油 因為都把我身上的油抽出來了 我覺得我現在不是像那個少林寺的十八桶人 我現在在印度 我覺得我比較像是Massala fish 這杯用那個香料料理要準備端上桌的魚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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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聽說這裡還可以有特殊要求 請 請 請 對 但不在這裡 對 特別的部分 這裡 這裡 我的圍洞快幫我吹掉 我的圍洞都出來了 這裡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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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萬一都會不丁啦 可是其實這個啊 鼻巴裡面去做那種很多有一些 那種什麼深層 那種Massage 肌肉按摩 來得要比較沒那麼痛 哇 在這裡的特殊要求 就是任何女人想要美容瘦身的話 要瘦腦就要用力的搓下去 保證你那裡的肥油都不見 是不是 太用力了 大姐 沒想到阿瑜伏達四手聯談的觸感 竟是如此的刻骨銘心 不過到底能不能立竿建議 門一開就見真正囉 千萬別嚇到喔 一 二 三 整隻還是讓地皮的 因為這個粉呢 其實一洗完的時候呢 不是容易洗掉 但是別擔心 它會慢慢的褪色 現在有看起來 馬上變成苗條嗎 現在應該沒有那麼快 不過呢 這種自信美 自信美不管是催眠 還是真的有達到瘦身的效果 你知道嗎 它摸得那麼用力喔 經過那麼辛苦的 被揉 被捏 被摧殘 我相信一定都有換來一種 自信的美麗 而且呢 這個粉啊 抹在身上多多少少 還是有去角質的效果耶 哇 尤其是那個粉 有種天然的青草香 在嗅覺上得到療癒的效果了 難怪許多女明星啊 都一定要來啊 不管啊 反正是女人都一定會 想要來試試看 旁邊的人心動了沒 要不要一起來一次 我們還有接下來另外一個 會讓你身心紓壓得還沒做呢 各位愛美女性 到這裡還是千萬別轉台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為什麼很多人 都要來這邊做這個 聽說這個真的很騙 呃 感謝你 這邊有個鏡子可以讓我看一下 我現在不動畫 哇賽 我現在真的是戴了一個高帽樣耶 超奇怪耶 你知道嗎 這兩位大姐在我旁邊做什麼 什麼 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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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你做什麼 真的把我這個廚師帽 當作Spot 要Cooking了嗎 你都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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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好奇妙的感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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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要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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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一頭油喔 剛剛不是小小一頭油喔 剛剛不是小小一頭油 喔 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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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WOW 喔 肉肉的 哇 而且那個油 慢慢慢慢的流 慢慢慢慢的流 二頭油離在頭上的時候 突然就覺得 有那個神經啊 在噓 它打開 衝 那個緊繃啊 整個慢慢被鬆開了一樣 雖然看起來很搞笑 但是在Ayurveda療法中 用五大元素的藥草油 補充身體不足的能量 以達到平衡 是很重要的一環 而這頂級的瘦身回春雙響炮 兩個小時 只要台幣約1650元 同樣是Ayurveda股法療程 在台灣動輒藥價三四千 最高還有標到八千多的 光想到這巨大的價差 我們小子女 減便宜的心態又上升了 嘿嘿 決定天天都來Ayurveda一下 因為做越多賺越多 通常呢 這樣子的療程呢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你要頂著這個高帽 乖乖在這邊坐一小時 然後接受這個蹄湖熱油灌頂 我覺得這不僅是 說要讓你做美容什麼身心舒壓 也是一種鍛煉心性的方法 因為很多人知道嗎 來的印度呢 不只是尋求一種 就是美容 瘦身 動靈的地方 其實還有一種身心靈的平衡跟平靜 這也是Ayurveda的精神 就讓我們進入這個身心靈平衡的世界吧 對 是 感谢观看